早餐 前幾天新買的一種麵包 然後它是這樣切好的 早上也是跟吐司一樣烤一下 我加了baby spinach 就是菠菜葉 還有這個雞蛋 這邊是牛奶 然後一樣準備來看YouTube的視頻 我現在已經吃完飯了 牛奶還沒有怎麼喝 因為剛剛一直在喝水 我最近在準備選秀課的presentation 我們今天約了早上十點線上討論 如果你們好奇我們是怎麼在網上討論的話 我們用的是google drive分享一個文檔 然後把幾個人的郵箱加進來 然後就可以一起編輯 然後它是實時的 比如說就是這個是我同學正在這裡編輯 然後我們可以在一邊討論 我們現在已經討論完了 然後給你們看我們今天上午的成果就是這麼多 因為真的很麻煩要自己想各種例子 然後我剛剛去下了一碗麵 這個是火雞麵 然後這不是我第一次吃 我在國內的時候就買了一大包 剛剛冰箱裡面我看還剩半根黃瓜 所以我就把黃瓜切片擺在上面 這樣等一下可以解辣 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現在準備出門了 之後再登上 查看 找到我的钥匙了 然后我现在准备回去 Hello 大家好 我已经回到家里了 然后刚刚那个相机没电了 所以没说完 我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下周不是放假吗 Reading Week 然后学院里面没有人 然后我去那个电脑那看 没有看到我的钥匙 就问了一下门卫 然后门卫就把钥匙给我了 那个相机没电了 然后我两块电池都没电了 之前忘记冲了 我就想说跟我妈试个屏 今天不是元宵节吗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咯 不过我放这个视频上去的时候 你们那个元宵节已经过完了 然后 我要说什么了 对 然后我就说把相机充着电 然后跟我妈试屏 结果跟我妈试屏了92分钟 看到了没 92分钟 太厉害了 然后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呢 收到了两个快递 想跟你们来做个简单的开箱 在亚马逊上面买的 因为我 我之前就是刚开学的时候 学校有银心嘛 就是亚马逊在我们学校有个摊位 就是可以免费 注册 那个student account 然后就可以享受半年的 那个amazon prime 就是相当于 隔天送达的那种服务吧 反正这个的话快递就收到的特别快 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我之前看zoella的视频 然后她视频中出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方便啊 然后就想买一个 它是一个灯 对 长这样 看一下 咦 它没有 没有电池耶 产品信息上面说的是有附赠电池 但是 没有电池 就只有一个空盒子 其实是我意料之中 因为我看那个 就是评论有说 那个没有 没有电池 当时从国内带了电池来 来之前看那些攻略 然后 然后好多人就说要带电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 所以5号跟7号的电池 我都带了一些来 终于派上用场 然后开 好亮 有没有 有没有 比刚刚有没有 效果好一点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环形灯 迷你的这种环形灯 然后 它这里是个夹子 你可以把它这样夹在手机上面 这样 然后自拍的时候可以用 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 哇看我这个脸上的光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 淘宝上好像还挺火的 有时候再请示录 视频 然后那个光线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很好用欸 我觉得 真的 当时买的是6.99磅 就是和 六十多块钱 六七磅 七八五十六 六十块钱左右 然后第二个包裹是Kindle 这是我昨天才下单的 昨天说我想录那个新的主题的视频 发那个读书的视频嘛 所以就买了Kindle 登登登登 其实我之前一点都没有想买Kindle 就是因为我发小 然后他之前说他想买一个Kindle 然后我才 就是突然特别想要 因为我大学室友也买 也买了 也有Kindle嘛 然后他当时买的时候我还嘲笑他 我说 这有什么好买的呀 用手机看看得了呗 人不能把话说的太绝 现在就打脸了 我买的是白色的 这个真的很轻欸 特别轻 感觉跟我手机差不多重 比我手机还轻 超级轻 然后 他屏幕长这样是没电了的意思吗 诶 他长这样是 意思是他寄来的时候 就在开机的状态了 这要怎么打开啊 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先冲上电视是吧 这有个数据线 数据线 这里有一个数据线 哦对了 我还没跟你们讲 我买的是 就是 我已经讲过了吧 我讲了没啊 就是我买的是 没有背光的那一款 就他屏幕 不可以亮的那个 这旁边都没有按键欸 就只有一个这个电源的开关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开关了 我记得我室友买的 他好像买的是Paper White 旁边有很多按键 然后我插上电以后 他就这里有个指示灯会亮 但是 他还是写 写着这个电源 感叹号欸 这什么意思啊 搞得我现在有点紧张 打不开欸 什么情况 我先让他在这里充一下电好了 嗯 所以说他这个说明书上 什么都没有写 就是 用各种国家不同的语言 告诉你 去那个网站看说明书 好吧 感觉我买的这个灯 真的太棒了 就是我拍视频 就 感觉脸上很有光泽的感觉 是我的油光吗 应该不是吧 我来上网搜一下那个 Kindle的使用指南好了 电源开关 按下底部边缘的电源开关键 即可开启Kindle 如需关闭Kindle屏幕 请长按电源键7秒 看一下长按7秒 所以我现在屏幕是打开的 还是关闭的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开 它还是一直显示这个感叹号 什么意思啊 好像是说 就是连在电脑上面充电 然后充一会儿 就可以开机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现在准备让它 这样子充着电 然后 我先去盖一下别的 我今天早上 今天晚上准备烧一个羊肉吃 嗯 因为很很久都没有好好做菜来吃了 这些东西都留着好了 万一它是质量有问题 我就哭了 好不容易等到它 结果所以我质量有问题 就可能真的会哭出来 对 我有一个盒子的编号是 叭叭叭 是不是很酷 希望它等一下可以开机 因为它现在是完全没办法开机的状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运输的过程中碰到它那个电源的开关 所以它的电池全部都消耗殆尽了 那我先去做饭了 等下见 好 我的那个羊肉已经烧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我妈叮嘱我说让我放在电饭宝里再把它炖一下 眼镜中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圈有没有 对面的那个光 然后我来现在试一下 它还是显示着这个电池 我现在来把它重启试试看 好 现在应该是关掉了对吧 再来重新打开 还是这样 我要疯了 为什么 重启了也没有用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诶 它突然自己出现了 屏幕 刚刚我没有动它哦 它就自己突然变成这样了 所以刚刚应该是没电了吧 好 可以开始设置了 太开心了 先选语言简体中文 OK 刚刚真的有吓到我 因为网上很多人说 那你的 就是当版专用吧 就是说就是电池有故障什么的 还好 所以它刚刚应该确实是没电了 只是说 需要充一段时间的电 它自己就会 好 好 刚刚忘记跟你们讲 这个光还可以调亮度 就是我现在是最弱的亮度 然后 有没有更强 就是更强 然后这是关掉的效果 我的胡萝卜已经烧好了 胡萝卜烧羊肉 然后还烤了一个红薯汁 我之前在网上看好像说这种 就是细肠型的红薯 特别好烤 然后也特别甜 我是觉得这种红薯好像烤出来 皮儿特别好剥 因为它这个皮儿已经 跟那个肉已经分开了 这是刚烤好的 然后我再看欢乐喜剧人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最近都要放假 所以会经常更新 拜拜 这个灯真的超棒 这个灯真的太好用了 好